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邻郑月娥近日表示 郑研究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加快推进香港与大湾区 特别是深圳等城市的创科协同发展 包括推出联合政策包 在美国不合理针对海外的内地科技企业 及华人人才之际 吸引他们汇留香港及深圳 特区政府也希望提供教习 资源支持吸纳海外学者 让他们可带着课题和研究生回来做研究 10月28日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非常欢迎特区政府的举措 香港需要更多的海归学者 香港这座城市过去的成功 也正是因为能海纳百川 吸引各国各地的精英人才贡献香港 香港公开大学过去几年 也陆续在海外招聘了 十几位优秀的教授加盟 我们公大一直也都是在招聘这些人才 特别最近这几年 我们学校有比较多的发展 我们现在有全日制的本科生 差不多一万人 然后研究生一千多人 所以我们很需要新的教授来参加我们 所以自从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也在海外招聘 在海外的报刊招聘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最近招聘了不少 我所知道我们有海外回来的 大概有十几位新的教授参加的 黄玉山表示 现阶段公开大学海外教授的比例 比起香港其他知名大学还较少 学校未来会加大招聘海外学者的力度 将办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黄玉山相信 拥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以及开设内地分校 将成为香港大专院校办学的主流 公开大学也在筹备内地分校的过程中 他希望和内地知名大学建立更深的研究合作 那么最近这么多年 也香港的学校在内地各个不同的城市 也设立了很多研究的机构 另外大家很知道 就是过去这么多年 也好几个大学 包括金会大学 中文大学 科技大学 包括我们公开大学 也是在筹备在我们内地大湾区 建立分校 能够发展我们的教学跟研究的工作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多的 我希望将来我们香港的发展 也可以促进香港跟大湾区更加密切的联系 能够我们香港能够也更好地融入 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局 黄玉山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青年的绝佳舞台 教育界应该多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 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发展 毫无疑问 香港青年之所长是大湾区发展之所需 港青可凭借自身国际化的优势 在大湾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进程中 发光发热 未来公开大学也会从宣传 教育交流等方面入手 邀请已在大湾区创业的港青 分享经验 让年轻人感受到探索更多可能的机会 我想去大湾区发展说实在是很应该的 因为我们知道大湾区 这个是比香港这个地方大50倍 那么我们香港这个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实这个是不够我们香港学生 香港我们青年人的发展 希望能够多一些年轻人了解我们 现在中国的发展是怎么样 大湾区未来的情境是怎么样 鼓励他们去大湾区 这个是可以说天地更加广阔 机会更加多 机遇也更加多